好,对于台湾政府来讲呢,目前压力排山倒海而来,一方面是美国的政治压力,一方面呢,当然是台湾的民意压力,如果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美牛进口台湾的话,对于台湾的农民来讲,情何以堪,因为台湾禁止使用瘦肉精行之有年了,很多民众被抓到之后要罚钱,农民已经养成习惯,不能用,不敢用,而现在呢,政府要扩大美牛的进口,要沿你开放,前后标准不一,引发了农民还有民众的反弹, 连这个前卫生署长杨志良都开骂,说这不是国民健康的问题,而是政治跟经济的问题 西津照料牛只在苗栗经营牧场已经好一段时间的农民都遵守法规,却不在饲料里添加瘦肉精,没想到现在传出政府准备开放瘦肉精美牛,引起基层,不小反弹 我们建议是都不要开放,因为现在不管是猪肉也好,养猪协会或是牛肉的部分也好,我们都不希望说我们的国产的肉饼会有受提出的问题 如果我们肉弄也好,你以为何所会占仅的呢? 不管是牛农还是猪农,几乎没人接受政府瘦肉精标准大转弯,因为动物药物管理法只要被查到,有用瘦肉精一次罚三万块钱,还可以连续罚 但遇上美牛,法令却可能自动失效,当初不惜以乌纱帽抗拒美牛进口的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直接开跑 美国可能重点不在牛肉,可能在猪肉,猪肉量更大,这完全是政治人经济问题,已经超越了卫生问题了 直言只要瘦肉精防线被突破,在国内人数不少的猪农民肯定跳脚 杨志良的声音说出了很多人的担忧,就看政府如何接招 中心为台北云林苗栗综合不倒